大家好,我是一南天,欢迎来到一博士风水智慧讲堂 首先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一老师是一南天人文地理风水研究院院长 同时也是陕西省中医研究会的特评教授 今天一老师为大家带来一个八字命理的案例分析 这位命主主要想来了解一下自己 适合做什么事业,在什么行业去发展,财运的走势如何 他说现在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可是还没有女朋友 那么什么时候成家,婚姻孕又是如何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全赵 子四年 禀子月 丁卯日 禀武时 大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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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害 宅虚 鬼友 人生 心畏 耕武 子四 兵 兵 這個八字呢 兵 御主 兵 生 子月 不得令 因为丁属火 子属水 水是克火的 子水是丁火的七萨 丁火就萨是茅木 为硬有生生之功 地支四五拱火 子五相冲 再上茅木 生火地支形成了一片木火之地 同时月干和石干的丙火挂脚偷出帮生 所以说丁火虽然生在冬天不淡不落 反而是生亡之命 预干丁火 代表着自己 丁是灯心之火 最不喜欢丙火来蒸灰 而天干两柄透出 丁火在丙火之下显得暗淡无光 笔节太重 代表着有克服的倾向 建材争材 容易犯小人等等 园局中的火太重 需要有水来调后 同时最好有金来置木生水 还可以卸火 但是圆局中的金太弱 只有在年枝上面隐藏了一个羹金 所以是一个身旺财弱的命局 用神是金和水 地支特别需要有金 水也可以有 但是呢不要多 季神是木和火 圆局中的木火太照 季神旺没有得到克制 用神衰又不明显 所以啊这个八字的命局呢 一般是个中下的命格 那么他的事业和大运的走势是如何的呢 八字中的笔节啊太重 性格呢有点孤僻 不够合群 容易犯小人 缺乏贵人扶持 有爱于事业和婚姻 事业上呢 由于财星太弱 笔节又太重 不要轻易去重商 适合做技术类的工作 最好单干 避免合伙 适合做五行啊 跟金和水有关的事业和工作 这边呢 石神透出 只要 勤奋肯干 善于去学习的话 肯定是可以找到一份相对满意的工作 而且呢 会有一份比较理想的收入 不过呢 劫财夺财 劫财 会夺财 大约的一生中啊 花销也很大 很难存得住钱 最好的投资 是不动产 这个八字呢 从九岁开始 行大运 九岁到十九岁之间呢 走的是 以害大运 和连柱这个子四 是天科地冲 连柱代表着少年时期 大运 冲连柱 而且呢 连柱又有一马星 那么少年时期啊 会奔波无靠 从小 父母外出 以自己的缘分薄弱 邪悦上面呢 也基本荒废掉了 年住逢冲呢 也代表着 祖上啊 没有福音 家道 到了你这一代呢 已经中落 体现为家庭变动大 早年的经济困难 父亲的感情不和等等 十九岁到二十九岁 走的是 甲虚大运 甲木透出 和这个吉土 有和 吉土呢 是十神 代表着才华和能力 一旦有和啊 那么才华 得不到施展 也缺乏 好的平台和机遇 所以呢 这十年呢 还是碌碌无为 婚姻呢 事业都无穷着落 二十九岁到三十九岁之间 走的是鬼有大运 这十年的运势 就逐渐好转了 鬼 属水 柔呢 属金 都是你的 喜用神 但是呢 鬼有和 玉柱的 丁卯 又是天壳地冲 玉柱呢 是婚姻宫 婚姻宫被冲 主要体现为 婚姻方面呢 因缘薄弱 婚姻难求 恋爱相处的过程呢 磕磕碰碰 很难使得感情长久发展 这个大运里面的 这个大运里面的2020年庚子年 也就是金年 庚金透出 庚呢 是财星 也是七星 代表着七子 子水呢 是桃花 所以呢 今年是七星加桃花的组合 可以看出啊 今年呢 你会有女朋友 要么呢 是自己遇上的 要么呢 是朋友介绍的 总之呢 会有恋爱的机会 2021年 明年呢 是辛丑年 为时商生财的年份 这一年呢 结婚的几率啊 会很大 因为呢 原局大运流年 构成了 四 有 丑 三合金局 金呢 是财星 也是七星 结婚印呢 是很旺的一年 要好好的去把握和珍惜 如果到了2022年 你还是单身的话 后面的运程啊 对于 你找对象来说 阻碍 或许会更大 不过呢 到了39岁 进入了 人生大运 一切呢 就会慢慢的 顺利和顺畅起来 39到49岁 这十年大运呢 很不错 是个 财官大运 不管是求财 还是婚姻 还是家庭 事业 或者说 你的 人脉关系 和人缘 都会好很多 49岁 49岁到59岁走的是 欣慰大运 这还算可以 59岁之后呢 就不太理想了 笔节 客彩 也损期 所以呢 你的晚年呢 运程不太吉利 而且健康方面呢 也不太好 脂水 胎弱 脂呢 代表着肾脏 八字中的脂水 胎弱呢 会容易造成 这个肾气不足 经常会处于 亚健康的状态 这个八字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喜用神呢 是精髓 适合到西方 或者北方去发展 这次方位呢 适合你求财 2021年呢 结婚运最好 应该好好地去把握 未来的20年大运呢 还不错 只要勤奋去做 机遇呢 还是有的 一般八字笔节中的人呢 工作的类型啊 都会比较辛苦 赚的呢 是辛苦钱 那这个小峰呢 除了